這個點是不是在這個圖形上 帶進去是帶進去S還是A還是Y 沒錯所以你會得到誰 你會得到A的 Log 以A為底 V的對數次方 他會等於多少 他會等於B 這個從定義上就看得出來 這個叫做指數的換理公式 還記得嗎 還記得對不對 懂不懂啊 大概 大概懂 簡單複習一下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那個考題 立題二需要重講一次嗎 來都講多講 立題二他說 Log 以2為底 3的對數 來這個家伙叫做X對不對 然後第一題 問你4的X次方 等於多少 為什麼印象中我好像有講過這個題目 但不管來再講一次 好沒有講那沒關係來看這邊喔 第一種做法就是直接把它帶進去嘛 所以他可以寫成4的什麼東西 Log Log以2為底 3的對數 這樣寫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吧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這個是你要把它寫成2的什麼 平方 然後 然後外面這裡是 Log 以2為底 3的對數字方 這樣寫可以喔 然後我們知道 指數率 內外字方會等於字方相乘嗎 所以我們可以交換他的順序 這個東西他可以寫成2 然後這裡是Log 以2為底 3的對數 次方 然後外面再幾次方 平方 這樣可以嗎 紅綠體 真的可以嗎 你看這裡喔 大底小底一樣的時候 底底相同 Log消掉 會剩下什麼數 增數 看這裡 大底小底一樣的時候 Log消掉 會把什麼數留下來 增數 所以這個傢伙是誰 這個傢伙就是3 平方 來是DOTA 9 這樣做不是最快 但是這樣做你要會 你聽懂嗎 這樣做不是快的 你這題要快要怎麼做才快 你知道嗎 用課本那個方法 先把它用指數的方式 描述出來 Log化掉 我們不是講過嗎 這高一的東西 化掉 代表2的x次方 會檔於多少 3 對不對 你逆時正到位圈 Log化掉 這件事就是這件事 只是寫法不同而已 我們用2來看3這個數字的等級 等級是x 2的x次方等於3 對它只是另外一種寫法 2的x次方等於3 那我問你 4的x次方 會檔於多少 不就是2的平方 在s次方 然後它可以寫成2的s次方 在平方 啊這個不是3嗎 3的平方等於多少 9 這樣做是不是比較快 懂嗎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確定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下面的那些水塘練習 那些無的無的是不是都類似 都可以這樣做 我第二題我要再講一下 多講 來第二題 請問你 2的-x次方 這題要怎麼做 這很簡單啊 你可以這樣想 它是2的x次方在幾次方 負1 負1 2的x次方是誰 2的x次方不是3嗎 所以它就是3的負1次方 答案是多少 3分之1 對不對 就是這樣而已 可以喔 好啦 下面的水塘練習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做 然後我現在要講一個 我覺得 可能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來你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把這個問題寫上去 是 可以可以可以 沒問題 我希望你寫這個立體 我希望你寫這個立體 來這個立體我要給他三個讚 我想想看喔 來 有 有 很接了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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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題目你把他寫上去吧 或許我們這堂課把這題講完就可以 請不要再操作業了 好一起 請不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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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看這邊 那個洪玉婷這個 有一點中胖有一點不太好 關鍵是什麼你知道 圖形 如果只是比大小 我跟你講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兩個 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大家心裡都有答案對不對 但是同學我們現在要來訓練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你能不能用圖形去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只是要比大小 這種題目方法太多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訓練同學就是 你要都能夠切換成圖形幾何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請問你要怎麼用圖形去看出 LOG以更號3為底 幀數更號π 跟1這個數字的大小關係 如果用圖形要怎麼做 怎麼做 沒錯 你們只會這一招而已 所以來告訴我 你們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怎麼樣 應該是先令 LOG以更號3為底 幀數更號π 令這個交回叫做誰 令它叫x 你根本不知道x是誰對不對 對吧 你不知道更號3的幾次方是更號π 這個x是誰其實我並不在意 它肯定不是一個好看的數字 但是我現在只是想知道 它跟1誰大誰小 能不能在圖形上看出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那你告訴我 我們是不是用定義把它切換成指數模式 這代表說更號3的幾次方 更號3的x次方 應該要等於多少 更號π 我這樣寫你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接下來切換成幾何模式 來雙環數做圖 令這個交回等於誰 y 來所以y等於左邊 y等於更號3的x次方 還有y等於什麼 更號π 來那我們準備畫圖 我跟你講喔 這個你們通常都不熟 如果要比大小 其實我有別的方法 用看了就知道答案 但是我現在強迫你用圖形去看 你有沒有辦法去用圖形看出來 以後出題一定都會跟圖形有關 你知道喔 來我們現在畫圖 來一個一個來喔 你要仔細聽喔 這個訓練其實是非常重要 來請問你這個底數更號3比誰大 比1大 所以他圖畫出來是怎麼樣 地增 這樣上去 來這個叫y等於更號3的x次方 的圖 對吧 來我等你 我先把這個東西畫上去喔 來這裡是0 x帶0的話 你告訴我這個高度是誰 1 這高度是1 對不對 好 啊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x帶1的話 請問你這個高度對上來 這個高度是誰 x如果帶1是誰 更號3 所以來對過來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是更號3 來寫上去喔寫上去喔 啊這個高度是1對不對 好 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y等於更號拍 請問你 欸這個我要拿我的那個 我的棒棒在這裡 喔 來請問你 y等於更號拍是一條什麼線 水平線 請問你這條水平線是不是會不會長這樣 不會 還是會不會轉上 也不會 還是這樣 對 為什麼 因為 拍 拍大約是多少 3.14 3.14左右 所以更號拍是不是大於更號3 所以來 y等於更號拍 這一條水平線你把它畫出來 這一個叫做y等於什麼東西 更號拍 這樣可以嗎 畫出來喔 來 這一個點 抓出來之後 往下拉 來請你告訴我 根據對數的定義 這個傢伙 這個點的S座標就是誰 就是Log 以更號3為底 幀數更號拍 就是他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這個傢伙跟E來比的話 誰比較大 當然是這個傢伙比較大 當然是這個傢伙大 E是比較小的 你要能夠用圖看出來喔 懂不懂 這種能力其實很重要喔 我們會慢慢的在課程裡面去訓練同學 這樣好不好 這件事情很重要 要能夠用圖形去看出他們的大小關係 這樣好嗎 比如說我考試 來我如果 我如果把E畫掉 來 我現在把它改成誰 如果改成2 你覺得誰大誰小 啊為什麼 可以用圖看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你用圖形想想看 這種東西喔 就是隨便人家改數據的 這樣可以嗎 好了 時間關係 我們絕對不耽誤同學下課時間 謝謝各位同學 來 知名姐謝謝 謝謝